今天我们一家人的竹子老师来自日本的熊谷新支柱 他是为了要推广太古新年来台湾发展 这十年下来已经培养出好几个专业的谷团 表演也超过了上百场 课程一开始 孩子们马上进行连续20分钟的打击热身 虽然过程辛苦 但大家都很享受这样的操练 因为他们知道 熊谷老师正在训练的是耐性和体力 大家都听过 先到后面有岛 柔岛 这也是柔岛 但是在日本 不知道为什么不会叫太古岛 可是还是有这个岛的精神 决定以太古为置业的他 在日本太古公司服务 2012年公司来台设立支部 熊谷也跟着来台 没想到短短两年后 当公司决定结束台湾教室时 熊谷反而舍不得离开了 那时候已经我很喜欢台湾的生活 我就舍不得离开台湾 我跟日本说 那我不要回去 但是我要留下他们学生 我继续教他们 带领的鼓团已经参与上百场的演出 每天高强度动作的背后 是靠着多大的热情和信念支持者 我这个国中大年级的时候 打到镜子这边 最初的这个神经 还有这三次的神经断掉 靠着长期复健才慢慢恢复 手伤的后遗症到现在都还有 但熊谷身为鼓团表率 不轻言放弃 为了让学员能有更好的工具 他亲力亲为 找材料制作过程每项细节马虎不得 他又开始自己设计鼓棒 也试试看做太鼓 他专业的地方是不满意现在的自己 熊谷老师在台竹梦 从一个人变五个 家的雏形在台完整 家人全力相挺 更是鼓对支柱 前家就是太鼓鼓翼精神的罪驾代言